哈囉觀眾們你們好 我是TK 今天要為你帶來的是 黑暗鬼記 怪物與凡人的最新消息 欸 我得先說 今天的影片應該會是一個很快的影片 原因是因為消息不多 再加上原本今天我排定的影片不是這一部 原本今天排的是米老鼠 但米老鼠在第六月出現了一個棘手的傢伙 讓我從昨天晚上卡到了現在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一點新消息 讓各位知道一下最近有什麼 黑暗鬼記跟怪物與凡人的新消息吧 那我也有一陣子沒有做一些關於新消息的部分 原因是因為最近才有消息啊 好啦 那我們就不要廢話來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個消息是來自Vins Vins在Twitter上面說了 這張MonstionDoc的地圖 將會是官方第一張全新的黑暗鬼記地圖 自從2019年6月之後 2019年6月官方他們發布了 恐懼之鴨 小丑那一罐的地圖 那是那時候最新的地圖 然後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還沒有新的地圖 現在終於有了MonstionDoc的地圖 Yeah 那應該會有人想問說 MonstionDoc什麼時候會推出呢 有沒有一個提示之類的 有 喔 這也是我們今天第二個消息 官方在他們推特上面也有講說 MonstionDoc即將到來 這邊有補了一句 Before Xmas 意思就是說 在聖誕節之前 敬請期待 還有更多東西即將到來 那我們可以在聖誕節前好好期待一下 MonstionDoc 大概剩下10天左右 10天內就會推出了 還有更多東西即將到來 有可能是飯店的一些布置被改成有聖誕節的風格啊 或者是有聖誕節造型啊 或者是一些聖誕節活動之類的 我不知道官方今年會不會在2020結束之前 再放出一個第四章的一個預告圖 或者是一些預告的東西之類的 我不知道 但我是希望可以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那消息只有兩個沒錯 非常的少 那12月份應該會有Q&A 他們忙完這個之後 應該會有一點點休息的時間來做Q&A 然後 1月份的話就是要準備那個第四章 對 各位應該很期待吧 那沒意外的話 我會在MonstionDoc更新之後的 不知道幾天啦 我會在YouTube上面開一個直播 就是給觀眾場的一個直播 然後全部都只玩Monstion的地圖 OK 那如果這部影片能突破300個喜歡 那我就會準時的開直播 好啦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啊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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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